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方圣人 我今天要来详细的跟大家讲解有关于我的私人飞机的内容 我避免人类在2026年的时候灭亡 所以我早就已经先准备了一架私人飞机 可以逃离这个世界末日的大灾难 那这个也是圣经里面写的耶稣再来 然后呢这也是我新版的诺亚方舟 那这个诺亚方舟清楚的来讲就是我的私人飞机 那我的私人飞机有多大台呢 总长90公尺 我是说外观从这个机头的最前面到机尾的最后面 长度是90公尺 那宽度是12公尺 高是10公尺 那我的私人飞机呢 总共有两层楼的室内空间 然后我的私人飞机呢 从一楼到二楼呢 整架飞机总共有两个楼梯间 可以往上走 就是上下楼通行 那我的私人飞机里面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我告诉你们哦 里面的大小348平 我整架私人飞机里面的空间有348平这么大 那要怎么样进入我的私人飞机 我的私人飞机的舱门打开 是从机头那边前面进去 那你们一进到我的私人飞机里面 你们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个圆形8公尺 乘8公尺的圆形超级大的大厅 那这个大厅很大 还有手扶梯哦 跟一般的楼梯可以让你们往上走 然后这个大厅呢 从它是从连接一楼到二楼的 这样子的一个挑高的大厅 那它这个挑高的天花板就有那个水晶吊灯 哦很漂亮 那这个8公尺层8公尺的大厅哦 是公共 就是像机长啊 开飞机的人 跟我们一般的来坐飞机玩的客人哦 都会经过这个大厅哦 那这个大厅的大小空间呢 是20平左右 哦